弟子早年皈依,当时只领取一张皈依针,未参加任何仪式,后来证明皈依的发丝也往生了,之后弟子在家里找到一张敬仲学会的皈依针,随间填好,恭恭敬敬再做一次皈依,请问这样如法吗? 佛法是教育,教育重视智,不重形式,形式是宣传的作用,大众在一起坐皈依,隆重庄严,主要像唱戏一样,舞台表演, 是给外面还没有皈依的人看,让他心里受感动,到对方修复,是这么个意思 真正的皈依是实质。我们有三皈依的讲解,好像有两三个光碟,还有小册子,那要真正想皈依要多看。 什么叫皈依,怎么过皈依,依靠什么,都要搞清楚,不搞清楚呢? 全是假的,有名无实,怎么样做行仪,仪式都没用处,这个三规受戒的仪式都靠不住,一定要认真去落实。 谢谢。 谢谢。 骇摇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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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�